四肢正在热恋中的巨鱼 我想游艇巨鱼可能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巨鱼先自己打枕干净 年轻的老本娘她不香了 有的老本娘不成性要整点秤 这个巨鱼打枕干净后在她背上花起口口 两面都要 伤口上面给她撒点盐 姜葱切好的给她捏一哈 绍兴残的饮料 下手马云先给她做一个大宝剑 然后休息过十来分钟的时间 你们看老本在那里偷吃什么东西 我原来是买到一点这个葡萄 有青的有红的 好多几年这葡萄 四块 四块钱一斤 你们说贵不贵吗 好吃就不贵 不好吃就贵 那好不好吃吗 肯定好吃的 我们的东西没有不好吃的吗 准备一点泡海椒给她 切一下再炸碎 游艇巨鱼这道菜有两种味型的 有一种是锅巴的 还有一种就是今天我们要煮的 火锅味 泡青菜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 泡姜也切成片 泡灯笼椒对破切开就可以了 大蒜子稍微多准备一点 配一下给它剁碎 这还就要开始炒了 锅内给它来上一瓢 我们之前做的香辣油 下入姜葱蒜末 这道菜油一定不能少 稍有扁炒过后下入这些泡菜 还有泡椒末再来一点四川豆瓣 炒香出色后来上一点干发酵和干辣椒 然后加入水烧开后调味一点贝糖 毛毛盐 胡椒粉 蚝油 然后下入腌好的锯鱼 转中火给它煮六分钟 把锯鱼煮熟煮入味 锯鱼煮来差不多了 给它撒上一点芹菜节节 滚了酸辣 淋上一点香油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大点的加四直接给它倒进去 这还准备一点蒜末干海椒和干发酵 用热油给它呛上去 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再来上一点芹菜或者是香菜点缀哈 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油亭巨鱼就做了 这是一道味农味后的江湖菜 吃起来麻辣熏香特别过瘾 喜欢的点赞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解散 闷闷的一大盘哈 我有这个 好甜点 你为什么要跟着上啊 今天没有蔬菜的 哎呀 煮这个菜还够热呀 好不吃 好吃 光看这个做法你们应该晓得了 这个菜我为什么不放配菜 一般油亭巨鱼都是火锅类型的嘛 因为火锅盆装 把鱼吃完了后再煮蔬菜 如果蔬菜提前放进去 会把这些味道全部占完 鱼就没得那好吃的 哎呀好冷 好冷好香 这道菜我心疼不外义哈 居鱼是19块钱 然后这些香料差不多也要20块钱 就是1比1成本40块钱 卖过48 一份赚8块钱 一天卖50分的话就是400块钱 开饭店怎么样 还不吃哦 嗯 嗯 中文字幕——YK